在在早期交通不方便 待在在沉沙基民生外所需要的糖 其實都是利用甘蔗食 構發作成的黑糖來保陣 在今年七十五歲 阿里山洋風山菜的餐民 附近鄉他做糖已經超過三十年 他說一間手工的黑糖 需要十斤的甘蔗定性吃 再煮兩三點之後 等待他結晶 在每一年的十二月份到 各一年的三月份 是當地甘蔗的菜市集 參謀都來賣甘蔗做糖 讓傳來處處都全在這糖的香味 中等菜市集的甘蔗 來加做甘蔗食 這百分之百 沒有添加聯合東西的餐蔗 用火鍋頭的焦 焦三次休息之後 這單太結晶 變成一塊一塊的手工黑糖 都沒有加什麼東西 外面是我們的純手工 年輕人做到老了 剛才做到自己用 都做到自己用 吃涼的 清涼的機會這樣 酒工做糖團到75歲 黃正雄已經是第三代 他和太太賴岳下載 和你山的鳳山製糖 超過30年 黃正雄表示 十年交通不方便 生活所需要的糖 都是傳媒自己製造 而且一斤手工的黑糖 只有10斤的甘蔗來加做摘 競調是順天然 所以價錢比較高 一台金200塊 真的 黃正雄表示 每年十二月份到 多年三月份 是當地甘蔗的菜市集 當地製造有佩合 剛才製造的黑糖 剛才有冠味 還能搭配愛玉和山粉圓這關 另外還有薑母的口味 我們的寒流來 我們泡在薑母 如果薑母這種陷的 泡在那邊喝喝喝 還不冷 還好睡 還好睡 味道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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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甘蔗餐 我們製造的黑糖 可以放在冰箱裡面的保存 近年海鮮改光 為新叫阿里山鄉的 地園特色消災之一 是當地圖特色的選擇 想於鳳山村 代表性的捧手禮 深深呼吸 阿里山鄉 蔡鳳報道